但是當我們做了一段成功以後 共產黨就拼了定的用魔鬼的力量再往回 再拉 要把中國人世界的血緣 讓全世界的血緣 更誇張的事情 咱們國內現在這種 這種愚蠢的被洗腦的同胞 他們在拉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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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那導彈是什麼長眼啊 那伊拉克那卡納菲娜那導彈長眼嗎 你算老幾啊 你死了連補一盒都買不起 連墓地都買不起 你還能上不起去 共產黨啥時候跟你分享過他的權力和利益了 人家搞雙修雙修都是你家的貴女 你家的孩子 你懶得這個啥人家川普得病 人家川普得病 是你共產黨的病毒 你高興的求啊 這種愚蠢的無知啊 川普死了 美國就病你好了嗎 人家川普的閨戚責任病毒 就你中國就富有了 共產黨就給你自由了 共產黨就不說有你閨戚 你孫弟你老婆了 那些餐廳的那些愚蠢的小東西 你有本事別開餐廳了 你到中南城去啊 這幫人代表中國人 那時候呢 在抖音上 書有不異議的信息啊 還有一個在王八蛋在美國裏 破口秀的 黃什麼口秀的這個家伙 吃美國飯拿美國護照 駐美國王子 他恭喜美國創的紅紅字王 你說這是什麼樣的東西 你知道有多壞的影響嗎 昨天壹位美國的前FBI的官員 他說我看了這個以後 讓我特別特別傷心 這個孫子來自美國 這個非常有名的道 給了他壹切的機會 他竟然希望壹個川普總統死亡 我們中國人你說 就是當年的中東的巴拉登也沒有這樣 戰友們妳有沒有想過這些東西是摸不掉的 什麼叫政治個人關係情感情 大家去說一下看 當年約翰就說過壹句話 不管妳多麼民主多麼獨裁 也不管妳什麼樣所要的政治制度 最終那個決策人 他的情緒化和情感化 可能就是為了壹點甚至是壹個性生活 就可能改變全部他管的人類的命 所以對這個人的決策者的影響 可能就是壹件小事兒 就黃這個王八蛋 在前面說這些話 可能哪壹天就被民主黨的下陰軍 我共和黨的那壹街人 或者這壹街窗口 我們哪壹天也看到 他首先的意象 不會分辨妳是美国的中國人 也不會分辨妳是好中國人壹中國人 他就認爲支持中國人 為了有些人人 也不會分辨妳 如果是比較多人的 出雲招街 他就有到原來 那就是個性感情 出雲招街 出雲招街 出雲招街